OK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,这个房子呢,在Tennessee的一个城市叫Saudy Daisy,是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建商建的这样的一个房子,很漂亮。 大概2500、2600sqft,一个40的房子。 好,我们到个正门,正门一进来了。 是一个foil,这块是一个living room,要不就是应该是一个dining room,然后一进来右边,右手边,这是它的master room,OK,整个这个房子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装修的样子还挺漂亮的,它都给你装好了,然后呢,这是closet, 这个是浴室,一个duality,一个top,然后这个shower,做得很漂亮,然后water closet在那里面,这个房子的房高很漂亮。 好,再进来以后呢,这是它的family room,很高,光很强,这是它的这个fireplace。 这一个nook area,这是它的kitchen,它用的是天然气的,然后那块有个水,挺不错。 这个powder room,然后这边是它的车库,然后有一个half bus,然后这边是它的外面的后面的井,那块有一个小的pung。 我出去看一下,是一个大不小的一个padeo,然后这块可以下去,这房子的这个区域呢,大部分都有这个basement,有这个地窖,它这个房子是没用的。 再上二层,房子的房高是真漂亮,很高很高的房子,里面不开灯的话呢,这个光线都非常的好。 好,一进来,再看一下,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它的主,主的这个master family room。 然后上到二层呢,它有三个房间,多余的三个房间。 这是第一个房间。 一个中规中矩,不算太大的房子。 然后这块有一个厕所,是一个du vanity,有一个toilet,然后这是一个shower的和这个top的一个combo。 带我往这边走呢,这是另外一个屋。 这个屋子呢,相对大小就会小一些。 你看,比较小了,作为一个office可以。 然后最后是这,另外一个屋子。 这个屋子大小还可以,不是特别大,但是也够了。 然后自己带自己的一个浴室。 Bushtub, another combo,toilet vanity。 房子真的就是,这个窗户特别多,所以不开灯每个屋子都很亮很亮的。 下来。 回到门口。 结束。 。 结束。